新加坡新任總理黃巡財的車隊 緩緩抵達 選民熱烈迎接 搶著跟新總理握手 把街道擠得水泄不通 黃巡財與夫人呂慈蕊連妹出席 展現超高人氣 短短兩百多公尺 走了八分鐘才順利上台 黃巡財十五號宣誓就職後 晚間十點多 回到他服務近十年的選區 會見選民 這也是黃巡財就任後 出席的第一場社區活動 黃巡財二零一五年九月當選馬西嶺 遊池集選區國會議員 刑事風格親民獲得高度評價 但不只選區服務做得好 處理外交事務 黃巡財也走務實路線 去年十二月 黃巡財訪問中國大陸時 曾表示永遠不要壓住中國衰弱 因此大陸官方對他的就任也給予高度肯定 李強說中國和新加坡是友好倫邦 和重要的合作夥伴 建交三十幾年來兩國政治互信不斷深化 各領會合作成國風石 前總理李顯龍任內曾訪問大陸十四次 雙邊建交三十四年來經貿合作主健身化 黃巡財在就職致詞中特別提到 希望中美關係保持穩定 新加坡也會持續與雙方接觸 希望在複雜的局勢中維持小國自主性 TVB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